欢迎收看南洋视频 我们今天谈论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问题能解套吗 解套 我说解套的原因是因为 最近台湾问题比较感觉 兵凶战危有问题 很凶险 跟大选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那大选眼看就要结束了 台湾问题能解套吗 能改变吗 因为台湾问题 从国民党到了台湾 或者说从中国一直在 跟台湾有一些交流开始的话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说维持现状 对吧 包括美国也认为说维持现状 那么要改变现状 很难说是共识了 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共识的意思说你不懂 我也不懂的意思 各有盘算 美国要的维持现状 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维持现状 对不对 对对 美国本来能够让马英九 当了两届的领导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 那个嘴点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就是要有台独思想的领导人 领导台湾 因为你越有台独思想 你越会抱美国大腿 美国就要你抱他大腿 继续让中国成为一个 台湾岛成为中国的一个心同大患 因为中国已经这么稳定在发展 美国自己在这么乱 如何搞乱中国 就是靠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在搞乱中国 你懂我意思吗 那竞争对手的 他对方家里这么安静 一直在努力工作在发展 我这里家里一直吵吵闹闹 我今天他就是这样想法 思想是这样想 那台湾的那些蔡英文的政府 就认为美国今天的领导就符合他的 所以他以为是一个互惠互利 因为他求助我们 整个国际上也就美国能够帮得到 可是你以为蔡英文会这么笨吗 你去研究美国的传统 美国就是一个自私之力 他要的不是要 他要的是帮台独打气 而不是会帮台独打战 要记住这个东西 那台湾你独自的去跟大陆对抗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你顶得住吗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应该 叛逃的 对 所以这个从目前这个局势来看 目前这个双方在较劲 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升高的 一些所谓的兽武的 军售的这个级别 这个武器 进攻型武器了 这个先进程度了 这些方面都有提升 然后关键是卖的量很大 这一年卖了好几批了 但是这个卖到最后 台湾都有一些 这个岛内的这个民意 或者说岛内的舆论 也在反弹 认为这个东西 我们台湾要花这么多钱 去买这些压力很大 不买又不行 那么问题是买了以后不解决问题 只有刺激对方 其实没有解决问题 没有解决对方 你稍微有尝试的人都知道 台湾有两个 经费是冤大头的经费 一个是外交 一个就是国防 因为你无论怎么样去 花钱在国防 你买不到安全 你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你的对手太大了 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这两个 可以省掉的话 也就是说你稳定 两岸的那个关系的话 你可以把这笔钱 花在为台湾人的 那个福利提升 做得多好 基础建议也可以 当然了 你去看看台北 30年没变 你去看看上海 30年的变化都坏 整个中国在变 这些都是丢钱进去的 对吧 所以这个 我当时觉得 这次这样的一个较劲 大陆解放军的反应 也释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就是说实际上 如果是走向对抗的话 对台湾一点也没有好处 现在解放军只是飞越台海中线 大机队跑过来到你这个 因为很明显 传达一个信息 武统已经成为一个选项 因为几十年下来 中国其实已经看到 和平发展对中国非常有利 而且和平发展 从地缘政治 从整个市场经济 从整个文化交流 都对统一 有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这个可能性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很大 现在在一个几年子时间里面 随着蔡英文上来跟特朗普 一起在跳tango的时候 看得到整个不一样 是不是台湾会被蔡英文政府的绿化工作 就要看看国民党能不能够搬回来 但是看看样子 连国民党都绿化的话 那我都讲过嘛 看来统一的大任 就中国共产党自己独自扛 要不然怎么办 那独自扛怎么 独自扛成了武统 画公仔不能够画出长来 独自扛是无统的 没有其他公法 你看不到政治的那种 对话的一个 找到一个 他们的九二共识都不接受 那九二共识是 国民党时代的 其实已经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就是说你各说各的了 算了吧 对不对 连九二共识 这些人好像很冤屈这样 对不对 那好了 你不九二共识呢 我们来一个一国一制吧 一国一制就是武统 没有办法 没有其他办法 以后台湾想独立 这个可以理解 为什么可以理解 因为五十年 我们一直过着自己的生活 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文化 但是大文化 你还是属于中华文化 对不对 问题在于说 大陆你要了解我们中华文化 整个中华文化 连皇帝的时候 皇帝你做不好的话 还拉到老祖宗面前 对不对 祖训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历史包袱 一个使命 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 敢去成为一个历史罪人 对不对 但是如果多两代 三代下去的话 淡化了 对 所以他们在买这个时间 所以傅高益这个说法说 不能等 他看到问题了 傅高益这个人 绝对是一个亚洲通 美国很少有一个学者 能够这么懂 这个哈佛大学的推休教授 这么懂亚洲 他看得清楚了 这个傅高益最近的这个讲话 确实让很多人感到很惊讶 他说这个 两岸问题不能留到下一代 对 他看到问题了 不能留到下一代 那指的是 就迫在眉睫 迫在眉睫 对 指的是一代领导人 还是这一代人 就习近平主席的任期延长 任期内 我一直认为 他想要完成这个 是最大的事情 哇 那没有几年了 天子这样大任理私人 这个要按老公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真的没几年了 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大选之后 可能这个某种程度上 可能出现一个缓解 但是这个缓解 也要看 也要看 未来的发展 就是说 蔡英文到底会不会回到九二共识 如果他还是拒不回到九二共识 那么现在的 就是说目前这个现状已经被打破了 就是说 解放军不承认海峡中线 不承认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经常 经常他按照他的计划 该怎么飞怎么飞 所以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空军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要确保他的防空识别区 就是说一旦有人进入 他就要升空 所以他频繁升空 他现在升空的次数 已经超过去年很多 这个导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军费的开支 对 因为你每次 你可以从以前那个两讲时代 那么整个台湾的国军 就是以前这些大陆过来的 像好伯存这一类的将军 这些很会打战 到了陈水扁已经在努力的绿化国军 国民党的军队绿化 然后呢 你说今天台湾的军队 是能够打战吗 或者说在两讲时期的军队 我有一个问号 那今天你说像台湾 如果要争取独立的台湾人 或者这个情节 很想独立的台湾人 自己先提出两个问题自己问 第一 你单独去跟大陆对抗的话 你有多少胜算 这个已经 他靠一个福建神就可以跟你打 对不对 而且还有很多飞弹对准 你只是不按的 对不对 第二 你的外援有吗 美国会帮你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美国时代 连老奖的时代都不帮 国民党留学 他会今天帮你 美国很会算的 尤其是打战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什么 背后有那种 那种要 利弊要算得很清楚了 他有这么伟大吗 他要跟你肝胆相照吗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不要以为他那些飞机在那边飞来飞去 这个只是战略的动作 毛主席说战略上藐视敌人 这句话错不了了 不要太过重视了 好 那么这样看来这个两岸问题 基本上还可以在大选结束以后 基本上可以回归一点 这个稍许不那么紧张的状态 会不会 我觉得要认真去看待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下来谈了 我的意思是 蔡英文想谈吗 他其实是在 他不敢踩那个底线 但是他知道 他一踩这个底线的话 他击毒的话 就会造成的是疾痛 因为中国就有一个要 师储要有名 对不对 但是他会渐进式的一步一步切香 所以他在努力的搞这个法理台独 对对 这个就是他在做的工作 就把整个台湾岛的绿化 对对 而且他是借这个中华民国之名 对对 他我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我确保他存在 对对 但是我用各种方式 对对对 我帮他护照 台湾两个字写大一点 是 中华民国些小一点 你稍微观察台湾 其实他很 有时候他们也很无奈 有时候 偏偏自己 我们也 我个人也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 你说民进党 那么周期 那个是三民主义歌 他怎么唱 他有没有唱 所以你看很勉强 这边 因为全部都是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 而且国军要誓言里面 要捍卫宪法 宪法是中华民国宪法 他们要改的 要改的 那么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老公 这个台湾这个情势一紧张 我们新加坡就很多人很担心 为什么这个我们新加坡 包括您啊 为什么这么关注台湾问题 不是新加坡 其实整个东南亚的华人 都会很关心 因为毕竟呢 你这么百年一遇的一个契机 一个民族的 在崛起的时候 这个大业不能够被破坏 李光耀以前都讲过 如果台海那个时候很紧张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会被耽误 七八年他都很担心啊 他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很顺利的 去发展 中国毕竟呢 这三十年呢 发展得非常好 这也是大部分的 东南亚的华人的立场 大部分的 不是全部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了这个台海问题啊 这个相信各位朋友也很关注啊 我们这个在大选之后呢 我们就看这个拭目以待 台海的问题能不能稍微缓和啊 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个台湾 蔡英文 小英总统啊 能够这个回到九二共识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和平啊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基础啊 就是两岸回归到九二共识的基础 这样可能 或许和平会长一点是吧 好 感谢大家收看啊 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